北约 王教授你也研究北约的情况 北约峰会在6月29号 他专门批准了一个北约2022年的战略概念 他特别提出 中国是北约的一个系统性挑战 然后怎么样定位中国对英国的关系 中国跟北约的关系是一个系统性挑战 还是以前把中国看作战略伙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然后如果是中国跟俄罗斯 这个关系越来越紧密 成为一个轴心 成为一个专制轴心同盟 西方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其实2022年他们称为 他多加一个字 刚刚主持人少一个字 他叫新战略的概念 因为他每10年就会去重新检讨一次 他过去的 比如对于国际局势里面的一些危机 他做一个重新定义 其实在过去这10年以来 其实我觉得过去这10年真的蛮关键的 10年之前 北约还没有把中国 看作是一个主要的威胁 但是10年之后 就从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各项的发展 他发觉到说他不能再这样做 因为除了俄罗斯之外 中国的他不是只有实力提升 因为实力大的人很多 不见得会变成是威胁 可是实力大 但是你有这个我们叫intention 你有这个意图的话 有扩张意图 有扩张意图就很严重 所以北约在判断这个 判断不是只有实力问题 是实力加上意图 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是说 中国他有这样一个扩张的野心 所以说他才在这一次的 新战略的报告书里面 特别花很大的篇幅去描述 中国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 威胁是什么 我觉得这等于是会规范 未来10年北约也好 或是英国跟其他西方国家 与中国的这样子一个竞争关系 对 因为在北约中间 英国是除了美国之外的 第二大军事强国 所以在北约里面 英国实际上是起到一个 领头性的作用 那如果北约把中国定义为 是一个系统性挑战的话 那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 战略的这个变化 但是他们怎么样处理 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 轴心同盟关系 他们是想要这个 拉俄罗斯打中国 还是说要压迫中俄关系 让中俄紧紧的绑在一起 然后在中国和俄罗斯周边 建立起一个围堵的 这样一个同盟 这西方或者北约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战略 我们这样简单来讲 其实西方或北约 都是一个统称 一个比较笼统的称呼 在这个里面扮演 比较大的角色还是美国 美国它是目前为止 是唯一一个 有世界战略的一个 计划的一个国家 很多国家因为它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利益 美国是我觉得少数 它有在做一个全球战略规划的一个国家 美国里面 其实我们看川普时期 比较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川普时期比较有点像是 有时候跟俄罗斯示好 有时候又跟中国示好 你看他去 三不五十透露出 他觉得好像俄罗斯那样的 普丁那样一个长期掌权好像很不错 然后有时候他又对中国表现得也还蛮友善的 即便他们打了贸易战 所以川普有一点是在做这种一下拉拢 然后分化中俄之间的关系 可是到了拜登上海之后 我们观察其实拜登他是比较 一个价值取向的人 他的价值非常明确 就是他不跟这些威权国家玩游戏 他就直接把俄罗斯跟中国 视为很主要的竞争对手跟威胁 所以从这个里面角度来讲 我们发现到现在美国开始 他是从一个外部的围堵 怎么样去联合其他国家 对中国也好 对俄罗斯也好 分别在欧洲地区跟印太地区 来去做这种分化的手段 另外就是从内部里面也争取 不管是俄罗斯也好 或是中国国内里面的比较民主派的声音 他们也是希望说能够让这些国家 不要用武力的方式来去 或者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 现在的一个政权方式 是从内部方式 看他们国内的反对声音或反对党 怎么样去能够做一些改革 比较和平式民主的改革 不过我觉得看起来效果都不好 你看俄罗斯的结果是什么 反对党的领袖被下毒 还被抓去关 然后中国呢 中国方面他没有反对党 可是呢 他的反对声音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结果是习近平的权力越来越集中 导致于他进行第三次的这个任期 他要进行连任 所以说看起来目前的这个方式 好像没有完完全全可以 遏制这两个国家 他的目前这个状况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 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 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